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近年来一直有关于昆仑山冰封真龙的传说 近日竟有人说他亲眼看见过昆仑山真龙 这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 这世界上真的有真龙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昆仑山是万山之祖 又称昆仑须中国第一神山 万祖之山 昆仑秋火玉山 龙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的死灵之一 龙在汉族传说中是一种善变化 能兴云与立万物的神秘动物 龙是只出现在神话中的生物 但是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 但都曾有传言称龙是真实存在的 近日有游客在昆仑山发现了冰封的真龙 专家这或许是传言中的龙 仅存三条蛟龙之一 昆仑县真龙真身 据说也不是一两次 许多走进新疆入西藏的公路 也是新藏县的人 据说都看到过山上有冰封的真龙 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人在马来西亚婆罗州 发现有一条长达100英尺的蛟龙出没 这一条龙被称作Nabu的蛟龙 有一个龙头七个鼻孔 由于当地的媒体报道的非常 平向低真 并且由照片为证 当地的居民为此感到恐慌不已 据悉蛟龙出现巴勒河中 有科考小组在考察当地洪水情况时 从飞机上拍摄到的 这一张巨龙照片公布之后 该神秘的庞然大物已经离去 关于昆仑山真龙的消息 大多数是在民间流传的传说 所谓的昆仑山冰封的真龙 其实只不过是普通民众的 一个美好景乐而已 一些亲身经历目睹事迹 也是异想的成分更大一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昆仑山上有冰封的真龙吗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 Tra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